欢迎收看本期的梅子看电影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狮女传说》 古斯正在车站工作 他的妻子因为早产被路人匆匆送来 随后古斯从医生口中得知妻子难产死去 不过孩子活了下来 只是他全身长满金色的毛发就像一个毛孩 古斯难以接受现实 让护士将他扔掉 却还是在护士的劝说下留下了孩子 古斯决定以妻子的葬礼作为演示 给孩子举行洗礼 并给他取名艾瓦 同时找来一个刚失去孩子的女人照顾艾瓦 一天有人来找古斯保姆抱着艾瓦开门 这个人一看见艾瓦的长相就匆匆离开 在路上被一个记者拦住 于是向他描述了艾瓦的长相 记者很快就将这件事发表在了报纸上 第二天所有人都知道了 古斯的女儿是一个毛孩 他回到家中给保姆制定了几条规则 不让女儿出现在众人的视野中 随后城里来了一位专家 他在看过艾瓦后觉得十分惊讶 表示自己要继续研究 并嘱咐古斯不可以剃掉女儿的毛发 否则会越长越硬 时间很快过去 艾瓦长到了七岁 他十分向往外面的世界 却被父亲发现他站在窗前 就会被关进小孩屋 在圣诞节晚会这天 古斯在保姆的劝说下带着女儿 去参加镇上的晚会 一位并不知情的魔术师 取笑了她的脸 这让艾瓦十分生气 回到家后脾气也变得越来越暴躁 只有在古斯手下的一名员工 把艾瓦当成正常小孩 还教她摩斯电码 保姆认为艾瓦应该和同龄人交流 但古斯并不同意 他不想圣诞晚会上的事情再上演 于是赶走了保姆 对于保姆的离去 艾瓦很伤心 他以为刮掉毛发 保姆就会回来 发现这一切的古斯赶紧请回了保姆 还给他买了一台电报机 艾瓦就这样了解着 外面的世界也越来越向往 这是医生传来消息 哥本哈根有一场皮肤专家的研讨会 古斯立刻带着女儿 踏上了去往哥本哈根的火车 可所谓的专家 只是把艾瓦当成实验品 古斯一怒之下带着女儿回到了家 此时火车站的账目出了问题 为了不让艾瓦再失去父亲 员工只好答应顶罪 艾瓦就这样失去了最亲密的朋友 很快艾瓦便长大了 在一场马戏表演中 他看到了另一个毛海 随后马戏团长找到了古斯 表示想买下艾瓦 古斯不同意 但艾瓦还是偷偷离开家 来到了马戏团 在这里他遇见了很多人 也生活得十分开心 在攒够一笔钱之后 艾瓦便离开了马戏团去上大学 很快便成为了一名数学家 他已经不再害怕出现在众人面前 但是能够自信从容的演讲 随后他收到了保姆寄来的信 父亲去世了十个多年 艾瓦再次回到小镇 保姆见到他也十分激动 离别时保姆交给他古斯留下的遗物 在火车上 艾瓦翻开了这本画集 上面是父亲画的艾瓦 他也终于明白 父亲并不以他的模样为耻辱 而是用自己的方式深深地爱着他